任一和 你觉得我们两家能成为亲家吗 要不是你们父子俩背后捣鬼 我现在就是故宫院长 请回吧 恕不远送 可这虽然说是民国了 讲究自由 可是只有你母亲同意 你父亲不同意 这婚怎么结呀 老师 我已经想好了 现在很多人结婚 不都是在报纸上登公告吗 我跟红衣也可以啊 这样看到的人 就是我们的证婚人了 好主意 女中诸葛呀 不是这 这先斩后奏 这样好吗 爸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进去 小刘 进去找 刚才那俩人干嘛来了 你俩 男的叫人胡义 女的叫周若思 我看一下 喂 是赵公子吗 人胡义和周若思 去登结婚公告了 登什么 结婚公告 赵哥 你明天就能在报纸上 看见公告了 不是 花玉 你把我拦下来 不能让他们登 这怎么拦啊 再说了 我凭什么拦 你 你就说周家人不同意 算了 我直接跟你们两者说 就这样 结婚公告 你看见周委员了吗 我说你怎么不动动脑子 这上面已经宣布了 让马院长来接替院长的职位 那位肯定不来了 他可真够自私的 都什么时候了 还争权夺利 要不是有人想争权夺利 被 走 若思 你别多想啊 大家只是对周围人有意见 绝对不会因此 就对你有什么看法的 我没事 我知道 走吧 吃饭去 你自己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我 别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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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看您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呀 干了什么呀 阻止文物难迁 您本来就有私信 医院长被栽赃 您也脱不了干系 无成 故宫的人都这么说 我去上班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您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 你没看出来吗 这都是马恒 任一和 拉帮结派打压我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您被故宫院长 这个职位蒙蔽了双眼 您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还迁怒于任老师和胡义 你才是被他们人家父子蒙蔽了心智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难道比不上一个刚刚认识几个月的小子吗 我跟您说不清楚 站住 你现在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敢背着我偷偷地登公告 你说是不是任洪义出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任老师来家里提过情了 是您不同意 我也不想瞒着您 我也想得到您的祝福 你们俩 休想得到我的祝福 我妈已经同意了 你妈同意 是 她是生了你 可是这么多年 她管过你吗 是我把你养大了 她没这个权利 那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反正我不嫁给赵光熙 若思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爹 马上和任洪义分手 如果你铁了心地想和他在一起 咱们俩断绝赋予关系 您 您不让我跟洪义在一起 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赵光熙吗 因为赵家能让您升官 您就不管女儿的感受了吗 难道关卫比你女儿的终身幸福还重要吗 我就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 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件事就中定了 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你简直不可理喻 我这么跟你说 我就算死 我也不会嫁给赵光熙 你别想毁了我的终身幸福 来换取你的高官后路 你别想 这是我爸第一次打我 你这纸桶子脾气啊 我估计 你也是把你爸给说极了 我爸以前不是这样的 从我懂事以来 他都很疼我 反倒 我跟我妈没那么亲近 好像中间隔着点什么似的 这冰花马乱的年代 这人心也乱 那你怎么打算到 这婚是结还是不结 我爸今天把话说那么绝 如果我还硬要结婚的话 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他毕竟是我爸 我也不能太跟他对着干了 那你就顺着你爸 跟荣胡亦分手 我不可能跟红亦分手 我要是你啊 干脆 跟荣胡亦南下广州 先跟你爸 把这个距离拉开 让双方都冷静冷静 等时间一长 咱们南签的事一过 我估计你爸的这气 是不是也消得差不多了 我已经报名参加 文物南签的押韵队了 但是我爸极力反对 这下 我做了对不起医院长的事 不知道医院里 还会不会让我去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 大家对你都没意见 但是我自己也没有脸见大家呀 我这么跟你说 我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嫁给赵光夕 你别想毁了我的终身媳妇 来换取你的高官后了 你别想 喂你好 周伟人 若斯在吗 若斯是在我这 周伟人 若斯他想在我这住几天 行吧 谢谢你 你爸 他说今天太晚了 让你住我这 让你明天早点回家 我决定了 我要跟红毅去广州 那个家我是真的不想再回去了 哎呀好了好了 你快别想那么多了啊 咱们早点睡吧 第一批文物啊 马上就要装完了 明天可有的累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该怎么面对大家 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第一批南签文物 今天就能装箱完毕 什么时候起床啊 两天以后 一月三十一号 是大年初六 好日子 是啊 宁兄 医院长在的时候 本来定好啊 我是总押育 但是 院里的工作很繁杂 第二批南签的准备工作 也要马上弃成了 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呢 死来想去 院里也只有你 在政府工作过 和人打交道 有经验 另外 你处事沉稳 有胆有识 处乱不禁 所以 南签的重任 我想拜托英雄 可是我 可惜啊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 不中用了 像慈邓大任呢 必须像你这样 忠实正直 可信之人 才能胜任 伍生兄啊 我们一起去吧 你去了 我们这些人 才有主心苦 可是我家里人口众多 这凡事都得武成着 这还是其次 关键是我的老母亲 年事已高 我要 我知道 英雄是个大小子 放心吧 加油 我一定负责接近 其他的困难 我也必当 竭尽全力的解决 另外 老伯母呢 我会时常去问安 替你竞销 马兄 如此真诚 文武南签又如此紧迫 什么都不说了 我去 英雄 每当遇到极事 难事 总能得到 英雄的鼎力消除 真是太谢谢你了 马兄 我们之间不必隐信 我身为故宫的人 应该为保护文武 鼎力担当 马运长 为了减少干扰和麻烦 我提议啊 从明天起 文武南签的保密工作 升级 这个提议好啊 布置下去 走 我们开会 研究一下 请 好 这两天我们一直盯着交道 可是并没有发现本店 那东大商寿有后门吗 有 我们有个兄弟 一直在那盯着呢 行 兄弟 你们的人可以撤了 好 毛宽 前门后门 各派咱们两个兄弟 慢点 轻一点啊 一定要轻一点啊 若思 老师 若思啊 慢点 你是你 你爸是你爸 你可千万不要有思想包袱啊 其实啊 大家都了解你的为人 否则院里也不会让你继续参与南签的工作呀 老师 我爸 还是不同意我跟红毅的婚事 态度很坚决 这个丁阳跟我说了 你和红毅的事 你们先放一放 先不要刺激话 若思啊 你可千万不能灰心哪 只要你们两个呀 不变心 没有人能把你们分开 嗯 行了 吃饭去吧 快走 啊 吃饭 请 伯父 啊 光熙啊 给您拜年了 祝您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我也祝你心想事成 既然我答应你下个月迎娶若思 这件事情 一定能成 谢谢伯父 呃 不过 最近我有点担心啊 嗯 若思也总不回家 他该不会在外面 跟任洪毅 有点什么吧 胡说 我女儿不是那种 不知简点的女孩 是 我知道若思当然不会了 但任洪毅保不起啊 他马上上前线的人 小命都不知道 保不保得住 你说 他能干出什么事啊 再说了 他们俩 能背着您 登这个结婚起事 没准往还能 做出什么事来呢 那你有什么 行之有效的办法吗 我在想啊 他任洪毅不要脸 是吧 任一和总不会不要脸吧 我要是您啊伯父 我直接找任一和 我把这事跟他们说清楚了 快刀斩了麻 让他们断了念想 我已经向他们父子 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可他们俩不在乎 这不是 明摆着不把您当回事 任洪毅软硬不吃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出个办法 让他主动退出 任院长 这两个孩子背着我 去报社登结婚起事 事情你知道吗 我是劝他们 不要这样做了 任院长 你平时比谁都清高守成 难道你就是这样 为人时表的 不是 我 我也是觉得 他们这样做 不妥 应该征得你的同意嘛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 周叔叔 这件事情和我父亲 没有关系 您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对我讲 养不教 父之国 我和若思也特别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您有任何要求 您尽管听 只要不让我跟若思分手 事到如今 我也知道 很难把你和若思分开 红衣 如果你真心想娶若思 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您请说 脱下军装 答应我 一辈子不当军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连我都不在乎他 是不是传承佳学 红衣 你是个军人 随时都会上战场 子弹不张眼睛 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证 你怎么保证给若思一辈子的幸福 不 周叔叔 我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为什么一直反对你们俩在一起 也许 在你们看来 我是个屈颜负式 盘龙负凤的小人 但我终归是若思的父亲 没有人比我更爱他 更希望他得到幸福 红衣 我知道 你各方面都很优秀 只要在和平年代 我也乐得成全你们 可眼下这种失去 我不敢 也不能 我怕若思和你在一起 快乐幸福没几天 你一上战场 若思就有守寡的可能呢 周叔叔 您说这话就不太妥当了吧 我的话是有些不好听 但作为军人战死沙场 那也是常情啊 如果那样的话 你们现在爱得越深 若思后半生 痛苦就越深啊 那样的话 不是毁了他的大好青春吗 葬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吗 红衣 如果你真心爱他 你忍心看着他下半生 生活在痛苦之中吗 爱一个人 不是一定要得到他 而是要成全他 让他幸福 我就若思这么一个女儿 我必须要为他的幸福着想 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啊 朱勋达 现在是国难当头 如果大家都不上战场 那将来都得当王国奴 那小家的安稳和幸福 又从何谈起啊 任院长 我没有你高尚 我就若思这么一个女儿 我必须要为他的幸福着想 你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若思的幸福着想 可是你想过若思 他自己的感受 就因为你从中干涉 已经给若思造成了 极大的痛苦和烦恼 平心而为 你真是替若思的幸福着想 还是想把若思 当成你攀龙附凤的棋子 任一合 你可以看不起我 但我们俩 为子女着想的心 是一样的吧 你平心而论 你想若思嫁进你人家 难道不是为你儿子着想吗 你 我 爸 爸 爹 快给爸拿药 爸 不不不 别生气 我没事 我没事 不要紧他 我没事 红衣啊 我知道 你重情重义 有理想有担当 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 你既然要当兵 那就是决定要把生命交给国家 那你还谈什么恋爱 还结什么婚呢 如果你真想去若思 那咱就换一个职业吗 你这是在逼孩子们 周叔叔 你说 请原谅 我做父亲的自私 红衣 三天之内 我等你的答复 告诉 胡宋 胡宋 红衣啊 他的话你千万不能听啊 这个人太自私了 来 穿进去 你想让我当人肉沙袋啊 上 没去医院做胡花使者啊 这本田啊 也不知道憋什么屁呢 一直没出现 诶 陈海跟二阳那边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大哥等着收网呢 大哥这是怎么了 被准岳父嫌弃了呗 大哥这么出雷八醉的 这周军达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人家嫌弃他是军人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 我什么呀 不是你 你什么呀 不是要我说 这田医生就更适合大哥 小刚 没事 多看点书 那句话太可怕了 这 这 这 说明自有颜若欲吗 大哥呀 不过您说这招他管用啊 歪天任弘毅真不当兵了 那怎么办 不可能啊 他为了当兵 不惜从北大辍学和自己的父亲闹翻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他的理想 说不干就能不干嘛 再说 如今是军令在身 这样的话 军事法庭也放不了他 嗯 对啊 各位 第一批南迁文物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了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行将到位 近日即将启程送往南京 现在外面的局势很严峻 反对派也在积极活动 南迁行动的保密工作不能懈怠 今天 大家回家做好准备 从明天开始 所有参与南迁行动的相关人员 一律住在宫内 随时待命 进来 爸 若思 这样和任洪义去广州啊 不是 若思 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 但也不能总在人家家里住吧 我是回院里住 回院里住 为什么呀 我 现在外面的局势很严峻 反对派也在积极活动 南迁行动的保密工作不能松懈 呃 那个 院里加班 哦 哼 爸 你怎么了 啊 上风了 吃药了吗 若思 我 那天 那天爸 不该打你 我 你 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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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着呢 出去 我也烦 我知道你为什么难受 不就是装俊达不喜欢你吗 可是他对我很满意啊 而我又得不到若思的心 你说 咱俩是不是同名相恋 是不是同是天暗罗伯人 别跟我说成语啊 我们上过去 听不懂 那话说回来 你要是真的得到若思的心 你就好好呵护他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我给你个建议 你不是把军装脱了 也少得你这么纠结 成语啊 我刚想起来会疑一句 什么 有事快说 有批快放 你要是怕当逃兵 怕军事法庭制裁 OK 我可以让我爹给你开脱呀 找关系就行 赵光歇 咱俩有这么熟吗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是不是啊 我巴不得你离若思远根儿的 我这不也究竟吗 这么多年 我要是能放下他 我早放下了 你要是能给若思一辈子幸福 我都认 我都认 万一你又不行啊 而我行啊 你干嘛 你那么看着我干嘛 你明白我意思吗 若思 是应该得到幸福的人 你别为了自己那点事 耽误了若思一辈子 我怕若思和你在一起 快乐幸福没几天 你一上战场 若思就有守寡的可能吗 如果那样的话 你们现在爱得越深 若思后半生 痛苦就会越深了 如果那样 你不是毁了他的大好青春 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吗 一辈子 一辈子到底有多长 若思 我和你的一辈子 能一样长吗 唐龙有一天 我在战场上 真的以身殉国 你怎么办 喂 姐 我是若思 洪毅在吗 哦 他不在家呀 他今天去了特训队 我刚才给特训队打过电话了 他也不在 没在 会不会出去了呀 啊 这样 明天啊 等他回来 我跟他说一下 啊 好 洪毅去哪儿了 不会离开北平之前 我都见不到他了吧 是若思吧 是啊 找洪毅的 听上去还挺着急 啊 哎 郑秋啊 你说 洪毅要是对周寻达那番话 听得认真了 提出来和若思分手呢 我哥和若思姐分手 啊 不会吧 他俩那么好 不行 我得跟洪毅谈谈 你更好 你更好 我不是他 但是他也不过 我寻思 他从那边 是他 想要做什么 在那里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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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